这个女人月薪三千 但是她家里的钞票却多到需要用纸箱来装 每天穿的衣服随便一件都要几万块 这天上班时她终于被老板识破 你这身是这一季的最新款吗 这套可不便宜啊 三万上下吧 都超过你一个月工资了 听见老板这样说 高雅文荒的一批 她当即就撒谎说是男朋友送的 可公司的人都知道 她是一个常年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 为了打消老板对自己很有钱这件事情的怀疑 她决定找之前的男保姆来假扮自己的老公 于是当天下班之后 高雅文就找到了方圆 一见面她就拿了几万块到方圆手上 高雅文让方圆以后不仅要扮演好自己儿子的爸爸 还要在她的同事和朋友面前扮演好老公这个角色 为了防止方圆穿帮 她还让方圆辞掉其他工作 全职跟着他干 而方圆也因此一下子就成为了月入几万的高级保姆 第二天 高雅文就带着方圆故意出现在了老板长去的高档餐厅 为了让老板一眼就能看见自己 她还故意选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果不其然 当老板出现的时候 她就故意去帮方圆切牛排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老板看见 于是就这样 高雅文成功地让老板认识了方圆 而她这样做就是要让老板知道 她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吃完饭之后 高雅文为了能把这场戏演完 她让方圆把她的奥迪车开回去 然后让方圆第二天再去公司接她 可是第一次开着豪车回家的方圆 却被前小舅子要求带他们去出出风头 于是几人开着豪车就来到了KTV 还故意把车停在了KTV的门口 可是当几人开心过后出来时 却发现停在门口的奥迪车不见了 经过询问保安才知道 他们的车因为围停已经被拖车拖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方圆当场就被吓傻了 第二天中午 不知情的高雅文还特意打电话 让方圆下午来接自己的时候记得穿西装 可此时的方圆正在拖车场捞车 他不敢把车被拖走的事情告诉高雅文 方圆只求能在高雅文下班之前把车赎回来 可是挂断电话后 小舅子却告诉他 拖车场要求本人拿着驾驶证才能去取车 于是在高雅文下班之后就出现了这一幕 方圆穿着拉里拉他的服装站在他公司外面 吓得高雅文看见后都不敢出去 直到同事们离开后他才找到方圆 然后把点人带到了一个无人的通道 当听到自己的车都被拖走的时候 高雅文真的要无语死了 可尽管如此他还是离不开方圆的帮助 几天后高雅文又带着方圆出席了公司高管晚会 为了伪造方圆富豪的身份 高雅文让方圆在老板面前做自我介绍时 说他之前在美国做股票经纪员 最近才跳槽回到上海做风投工作的 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成功人士 和老板打完招呼后方圆就来到了洗手间 可是一来到这里就听见有同事在背后说雅文的坏话 听完两个女同事对雅文的风言风语 方圆终于明白了雅文为什么要让她假装成她的老公 还要把她打造成这么成功的一个人设 于是为了让同事们以后不再对雅文说三道四的 方圆先是故意以天气有点冷为借口 将外套脱下来披在雅文身上 用餐时又故意当着同事们的面 将切好的牛排放在雅文面前 他们在全场人面前嗅尽了恩爱 就连老板看了也忍不住的对方圆夸赞起来 晚会结束后 雅文对方圆刚才的表现特别满意 为了索要奖励 方圆让雅文请他吃了麻辣汤 吃东西的时候方圆把刚才在洗手间听到的话告诉了雅文 他说的话全都是在为雅文打抱不肯 看着方圆这种特殊的关心 雅文内心不禁泛起了涟漪 反正不管今后怎么样 我今天晚上觉得特别温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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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